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谈到武汉肺炎正式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一词 他写道美国将强而有力地支持那些受中国病毒冲击的行业 如航空与其他行业 对于中共外交部把武汉肺炎的疫情源头甩锅给美国 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召见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与中共高级外交官杨洁篪的通话中 正告北京误散播虚假讯息和荒诞谣言 另外美国佛州有民众近日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 指控中共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抱持着鸵鸟心态 因而引发全球武汉肺炎疫情